好想听圣经 建造成为灵宫 所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 神所悦纳的灵迹 因为经上说 看哪 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仿角石 安放在西安 信号他的人 必不至于惭愧 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做了半角的石头 蝶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半叠 他们这样半叠也是预定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梅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 你们是客履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离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性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 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见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称赞 因为神的执意员 是要叫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的自由遮盖恶毒 总要做神的仆人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宗的弟兄 敬畏神尊敬君王 你们做仆人的 凡是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为教良心对得起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 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昭原是位子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中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 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了刑罚 边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 牧人监督了